这个动作就是要让我们的有价产品 跟我们刚刚的议题去做一个分离 然后把有价产品拿出来 同学表示他们是利用湿式冶炼法 来回收荧光粉中的稀土和有价金属 除了印象管显示器 这套技术还可以处理电浆电视 日光灯和LED灯具的荧光粉 具安全性、进步性以及产业应用的价值 取出来的废荧光粉 然后我们就是收集这个废荧光粉 然后从里面来提炼稀土元素油跟乙 以稀土元素油来说 它的最高价值可以到达一公斤二十万 那像乙的话也曾经高达七八万 所以单就这个油乙金属的价值来说 它是十分有价值的资源 李清瓦老师进一步表示 根据环保署机管会公布的资料显示 台湾平均每年约可回收八十万台CRT的电视 一百一十万台CRT电脑荧幕 五百八十万支日光灯 初步估计回收荧光粉能 创造一亿两千万的年产值 目前在实验室所学的这套湿式冶炼法 到业界上所使用的湿式冶炼法 其实都是一样的实验方法 那目前我在实验室所学完之后 到业界上工作 其实就可以很快地衔接上 业界的回收方式 近年来原物料越来越少 回收山西产品中的有价金属 环保又能创造产值 可以说是都市采矿 同学表示 跟老师做实验的过程 不只学习到相关知识和技术 还有很多跟厂商接触的机会 这些宝贵的实物经验 让他的履历比别人丰富 还没毕业就有厂商表示 欢迎他毕业后去工作 大夜人新闻流行校理 归美采访报导 比方真国新神 赞